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11日快闪台湾四天三夜 这趟旅行主要是为了推出线上课程而来 而罗兰这次访台行程也相当紧凑 但为了好好体会台湾文化 她制变道地美食 而她私下也见了不少台湾人气YouTuber 就连台志愿也有跟她合作 受邀到她所主持的木耀司超晚 13日罗兰也在限动大赞台志愿 说到她看起来很可怕 但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她和我一样风趣 所以如果她立志成为牛郎 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牛郎 成为日本第二的牛郎 当然排名第一的是罗兰 相当有趣的发言也让不少粉丝都小翻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